3.5公斤 深夜10分 機車騎士騎車 碰巧經過施工路段 左繞右繞 卻不知道該往哪裡騎 停下來問路 不料卻聽到一旁出現態度不友善 讓他又生氣又無奈 向議員無話家陳情 民眾的反應就是在 剛好在我們的4月13號跟18號這兩天晚上 他都有行進我們安樂路二段 那可是遇到狀況就是說 我們的交通維持的那個交通追 他擺設的長度蠻長的 然後又因為是晚上 那沒有就是比較更明顯的標示 那也不是很清楚說 就是因為他又是外區來的 所以他不是很清楚說 他應該要怎麼行進這一個路段 金融市政府針對各區進行 年度路面改善工程 都在夜間施工 其中4月13日4月18日 機車騎士經過安樂路二段附近 發現沿路放三角錐 卻沒有明顯提醒施工標誌 還被指揮人員笑稱 你不是基隆人喔 不過事後瞭解這是一場誤會 交通指揮人員對於陳情民眾的回應的態度不佳 經過事後的瞭解 並不是我們交通指揮人員所回應的 是一位熱心路過的民眾 對於陳情人的教他要怎麼如何的行走 這個部分後續我們會加派交通指揮人員 進行職業訓練 好像有反應 這個我們會加強交為人員的 那個市值的訓練 讓他以後遇到這種情況 趕快的去加以處理 去排解這樣 我想行人友善現在是世界的趨勢 也是台灣的潮流我們基隆也正在努力 但是由基隆尤其是基隆 我們的機車族非常的多 像這樣子的機車族非常的危險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管在這個施工的品質上面 做好督工的職責是我們市政府責無方貸的責任 必須要好好注意 原來是熱心民眾在現場指揮交通 不過工程單位表示 未來會加強人員訓練 並在施工前方100公尺 用工程車提醒用路人 記者黃燒民金融報道